同時呢 在這個民進黨部分 現在是不是真的很害怕韓國瑜 議員羅采薇就說了 綠營試圖要操作黑韓產業鏈 說韓國瑜不上班啦 不專業表示 拒韓證已經到末期了 這個操作手法非常的荒謬 等到韓國瑜提起了周恩來 民進黨才發現操作失敗了 慢慢閉嘴 請教亮哥 這個韓國瑜 我覺得你要攻擊他不容易啦 事實上坦白說啦 你要攻擊他也不對 因為他又不是行政院長 立法院長是週二週五才會出現 那民進黨當然有一些人 比如說這個反韓的啦 或者是像柯建民這種 這個覺得這個立法院長 我怎麼不是我呢 而是你呢 像這一種的 他一定會想要找機會要奚落他啦 可是我認為韓國瑜 就基本上他的EQ也很好 所以你要攻他嘛 他可能反而被反擊回去了 會不會回力標打到自己 對而且他的東西容易上媒體 因為他他就是知道媒體的需求嘛 而且他講的話又有心意啊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的立委要 要故意來整他 可能會傷到自己 首發就黃解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發生這個朝野的對峙混戰 那我覺得他的堅定性也沒有問題 他這個人不會輕易妥協啦 這個現在還看不到啦 因為我們現在 才剛開始你看到政黨協商啊第一次啊 那大家一團和氣啦 可是我認為 這個第一年立法院一定相當不和諧了 你幾乎可以預期了 不可能和諧的啦 因為2月20號大家回來之後就要總質詢啊 大家都是準備好的狀態 總質詢還是陳建仁欸 所以必然而然那個主題就是要清算蔡政府嘛 這還用說嗎 因為那清德又還沒上來 對不對那民進黨怎麼可能不互航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衝突場的啦 而且國民黨的立委 一大堆都磨刀禍禍 因為今年新選上的人特別多啊 所以他們一定會力求表現 而且國民黨年輕人那麼多 一定會力求表現啊 那你這個累積了8年 蔡英文的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狀況 一次算清楚 因為只有這個會期可以算啊 因為人都還在啊 王美花你要躲哪裡 薛瑞緣你要躲哪裡 還有那個NCC主委 現在跑不掉啊 對不對 所以像 像那個孫大謙那天說 要趁陳耀祥在的時候 幫中天討個公道 這很有道理啊 不然他一下就跑了 對 而且這些人賴清德我估計都不會用 那賴清德到了520之後 你都找不到人啊 那新上任人就跟你說 哎呀對不起委員我對這個問題不知道 對不對所以我認為這個會期一定是 一定是彬彬彬彬彬 風風火火 你幾乎可以預期啦 還有國會改革案 那跟民進黨一定也是拉鋸嘛 因為他要護航行政部門啊 對不對 那下個會期就輪到賴清德上來了 對 賴清德520演說我認為過關的機率 幾乎接近零啊 那你就可以想像他上任立刻你所碰到的兩岸的挑戰 就來啦 那國民黨怎麼可能不對這個來做一點工房 一定會的啦 比如說貿易壁壘調查 還有其他的啦一大堆啦 事實上王定宇都已經在那邊叫了 王定宇啊 他已經事先在丟 因為他已經預期到 他也是老立委 他說啊 民進黨的國防委員會只活了兩個 其他全部陣亡 只剩下他啊 還有另外一個 三個都沒了 趙天理沒了 羅智正沒了 蔡世映三個都沒了 只剩下一個 那 潛艦國造你怎麼擋 所以他今天就已經在講了 說潛艦國造未來必然極端慘烈 就是這樣啊 對 徐曉昕也已經放話了嘛 不啦 國民黨會進去一堆啦 我跟你講這個國防委員會啊 還有外交咧 你斷交十個國家咧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委員會啦 我跟你講 這個稍微進入狀況了 都會發現 每一個委員會都留一大堆坑坑巴巴啦 那到時候賴清德 要不要跟蔡英文以前的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切割 我認為他非做不可 他不做他民調怎麼可能高起來呢 因為2000年陳水扁在6月的時候民調就衝到60了 陳水扁是怎麼做到的 他就是他提名的內閣裡面有十幾個人不是民進黨 這個賴清德做得到嗎 連院長都不是民進黨 唐飛啊對不對 而且陳水扁就只言說直接講事不宜沒有啊 緩和兩岸的氛圍 亮哥你覺得他做得到嗎 我認為做不到 因為大家對陳水扁沒有期待他搞台獨啦 對賴清德有極高的期待 所以所以你去想一想為什麼那些老獨派 會對韓國瑜當院長焦慮成這樣 比如說陳永新林一鳴 這些人到底為什麼會焦慮成這樣 你就知道他背後代表的力量 就他們非常擔心賴清德這一局不能控盤 那他期待他就是搞台獨當然是這樣 可是賴清德我覺得現在有點卡住了 就是他背後的台獨的力量太強了 可是他也知道現在這個局面 美國跟中國是聯合盯著你 所以坦白講我非常不樂觀 我認為520他搞砸的機率是蠻高的 是好那當然再回來再來看到 在韓國瑜的部分 現在民進黨對他呢 當然是大家都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巨韓症 已經來到了末期不斷的想要抹黑他 那至於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拜會了 韓國院長以及副院長江啟成 那麼是韓江沛上任之後的首位公開訪客 大家也問問了這個朱主席說會不會擔心被韓國的光芒給蓋了過去 國民黨出現了雙太陽呢 但是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他怎麼回答的 他說黨內有更多的引擎發動不是更好嗎 同時在這個雙方會面之後 在臉書上也發文了 表示說在54位的立委都會成為各縣市首長最強的後盾 絕對不會再讓黨籍的縣長受委屈 同時也表示之後 也會呢來這個早時間讓韓院長跟所有的縣市長都來團聚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團聚的部分呢 在國民黨中央的黨部尾牙 那麼辦了尾牙參會連續七年 雖然發不出獎金 但是朱立倫呢還是自掏腰包 辦了外匯的料理啦 讓大家辛苦一整年菜色很豐富 同時呢 在朱立倫 韓國瑜還有江啟成也邀請了大家上台勾勾 我們都是一家人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上快點購健康 請上快點購健康 請上快點購健康